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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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不太喜歡讀書 我父親也說要學一技之長 修車子 這機械方面剛好也是 我有一點興趣 然後我就下去 從學讀開始這樣學 學好了 然後就跟我哥哥好一起 然後開一家修車場 因為這個有那個微動開關在控制 已經用了差不多一年多 它有一點卡住 我再把它讓它恢復 車子上面也有用到微動開關 我就把那個原理應用的 入場的熱門上面 當初設計的時候 字雷一個多月 都覺得不行 一直想說到底要用什麼 來突破它 就想到那個自動控制 氣壓缸它就是自動機器的上面 所以就上網去找 上網去找 就買了兩個氣壓缸來刺 結果真的被我刺成功 當我分到困難的時候 第一個念頭就想到 上前曾經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不要被困難客服 那時候就下心決心 好我一定要去完成它 工法是部展這部分 讓人家能夠更了解 環保啊 地球融化啊 這樣對我們的環境 有更多的幫助 我平常是在工作 很少說出去外面 做幫助社會大眾的事情 經過的部展 這樣下來 讓我能夠說 修車這個方面 也能用在部展 發揮量的 感覺很快樂 所以有點難眫 解後